大家好 今天来跟各位分享一个特别的手作 今年还蛮流行仿皮革的 使用仿皮革来制作东西 这一个呢其实是一个钥匙圈 它是一个皮革式的钥匙套 使用手缝就能完成 那请在这个整体的制作方式里面 有一些小技巧存在 那就借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所需要用到的材料是 皮革布一块 这是皮革布 还有这是我们的钓绳 这一组的钓绳 那钓绳里面呢有一个钥匙圈 钥匙圈 收线口的这一个 收线口的这条绳纸 我这次使用的是文化线 我们需要卯钉 卯钉总共会使用到三个 很明显这边就是三个 那卯钉的工具比较特别啊 这一组是卯钉的工具 所以在这里一起就跟大家分享 如何使用卯钉来制作作品 还有我们需要用到的针线 这次很特别的使用的线是属于 电绣线 因为我希望它电绣线的质感能够让我们整体的作品 有不一样的效果 视觉上的效果产生 所以呢我使用的是电绣线 各位使用一般的手缝线也可以 这些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用到的材料 今天版型会有三个 第一个是整体的这个主体的外形这个版 那另外一个版呢 这个版就比较特别 它是藏在里面 实际上你们不会看到的 它是藏在里面 它要增加这个开口的挺度 所以我们在使用在取用钥匙的时候 它就比较立体感比较够 而且它可以撑住整体的形状 外形不会变形 所以呢它是我们所必须要使用到的一个特殊的版 那另外一个版就是这个呢 就是上面这个四代 很多人会问我说 为什么上面这边要一个四代 原因是因为当你没有四代的时候 你在抽这条绳子的时候 一抽这个绳头就会脱离这个轨道 你这个钥匙带就存在价值就会变低 那你透过这个绳头呢 它就是可以拉出来的时候 它就卡住了 完整的帮你守护这条绳子 不会离开这个主体 所以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那另外这个四片呢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分享怎么制作它 这条四线呢 我们会用到的就是这个绳头的这个图案 各位可以在布料的背后画上记号 画完之后我们把它剪下来 这一条四代线 这条四代线主要的那个钥匙线就要就要靠它了 好双线这条绳子呢 这条皮绳呢实际上是40公分 然后我们将它套过钥匙圈反折 反折这个位置大概在两公分左右 然后我们使用文化线 先对折 让它重叠 好重叠 然后呢绕圈 好给各位看一下我们绕的位置点 绕圈的位置点就是绕在 这一个反折下来的那个位置 绕到底之后呢 我们把这条线剪断 我们底部呢有留下一个洞 刚才U字形的时候留下一个洞 然后把这条线穿过去 这种收线法是在中国节里面相当会常使用到的 然后把这条上面这条线收掉 好我先拉 好我们的尾线呢 这个尾线实际上已经收到主体里面去了 各位可以拉紧一点 好那把这些线尾就剪掉 好那这样子呢就完成了我们这个钥匙扣的位置 那当然这个我们要加注上去 这个加注加注的位置是在线的位置 而不是在钥匙圈上 因为钥匙圈是要让我们别上我们自己家中钥匙使用的 好然后就是这样子把它套过去对折 好那我们的锚钉要上场了 因为锚钉的特性就是说 你不用使用缝的方式就可以完成它 那今天就是除了锚钉之外啊 亲也特别跟各位分享的 这个是这是六孔的打孔器 它本身有六孔 然后我们就使用打孔器在正中央 那有人会问我说 这打孔器好用吗 打孔器为什么会好用 因为你看哦 我就这样子用力一压 有听到声音很明显 好它其实那个孔洞已经出来了 这是我们的锚钉穿透 然后呢 锚钉座 它锚钉总共有一上一下 两个层次不太一样 大家可以透过镜头看一下 然后就这样压上去 然后呢放上 这是锚钉的专用 然后敲击它 我已经将锚钉的这一个已经钉上了 也就是说我已经完成了这一条提把了 好我们的主体呢 使用到了一样是属于仿皮布 好那我们刚才有说到说 我们是有两个主体的要画 好一样沿着它将外围 把它画下来 然后我们把它剪下来 因为我们主体有正反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画两块 好这是正反面的 OK那还有这一个 我们刚才有提到它是内衬的 所以一样是要画两块 那如果这两块画完之后啊 我们还有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个 这个的存在 第一个它可以当装饰 可以直接装饰 让你的整体上会比较活泼 不会这么单调 那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说 当你有时候钥匙勾 紧急状况要把钥匙勾上去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直接将钥匙勾就勾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你骑摩托车的时候 然后你可能会有家中钥匙 或者这是家中钥匙 可是你有摩托车的钥匙的时候 你这边来不及勾 你可以直接勾在这个位置 它实际上还可以帮你做固定动作 所以这一个呢 它比较特别 好我们要来让各位画一下 这一条呢 它是1.5乘以5 所以呢 我们就是以1.5乘以5公分的方式 1.5乘以5 然后左右各要留1公分 OK 就是这样子的话吧 那我们等一下呢 还会有一个 大概在0.3公分的检线 我们下班农连 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好 这一块呢 我们剪下来的时候 这是1.5公分乘以5公分 所以呢 这个地方要把它剪掉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造型 它就完成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先把这个试条先完成它 我们因为我们这次刚好 一次要用两个洞 所以呢 我现在就来示范一下 这是我们的正面 那清其实有做一个小技巧 就是说我这边挖一个洞 我只要把东西放进来 就可以对准它的位置 所以我在配材料包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混乱 那我现在已经找到位置了 好 我现在让你各位 稍微比对一下说 你使用手压前的方式 跟敲击的方式来比对一下 我先用3.5公分的 来打一个孔 好 这是我的打孔声音 OK 我已经打完孔了 那我另外呢 我来使用敲击的方式 我用圆斩 这是我的圆斩 那圆斩的敲击声音 各位听一下 比对一下它的声音差异 有没有觉得说 是不是手压前的声音 会比较小声一点 然后圆斩就会特别大声 好 那我们不管 这只是一个比较 让大家稍微知道而已 好 穿过去 长的短的都有都可以 好 另外一边也是要穿过去 我先扣上而已 其实我还没敲击 所以它还是拔了开的 好 我就放上去了 然后呢 一样使用我们的敲击器 好 我们的试片部分已经完成了 当我们的材料包 我们这样作品的材料包里面会有 正版面的皮片各一片 还有这个内层里面的皮片 然后还有这一条 那当然还有针线包 那针线包是为了要制作的时候 缝纫的时候使用的 然后你的材料包里面会有这几样东西 那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缝合下面这个位置 那我们缝合下面是很单纯的缝法 所以呢 针线不要太长 不要超过一个手臂的长度 就一个手臂长度就够了 好 那我们呢 这边是互相对齐的 好 那这个时候呢 针线其实还蛮建议各位 使用强力夹来帮我们固定一下 因为你用强力夹固定的时候 你在缝的过程中它不会跑 再来就是说 你可以使用卷边缝或者是毛边缝 两种方式都能够缝制 只是这一次呢 它的毛边缝的缝制方式 针要特别跟各位介绍一下 起针在里面这个位置 因为你看不到你就不会看到线头 起针进去了 好 起针进去之后呢 先缝一针 位置相同 相对 然后让它带上来 好 那毛边缝呢 我们的开头 几乎都会在上面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的第一针 必须要外面这一针 要往上送 送到正中央的位置 这样子送上来 各位看一下 很清楚的 就送上来上面这个位置 这样子你在缝合的过程中 你就会觉得说 你的毛边缝超级漂亮 好 送上来 好 我们的重心点在这里了 好 那开始就开始往后缝 那往后缝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的点 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 我们在缝合过程中 很重要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针具要相同 你只要每一个针具都一样大小 长度一样大小 你的作品就是美丽 那我们的毛边缝 缝法就是说 当我们针已经过了这个线之后 好 过了这个洞之后 把它套过去 然后呢 针往上拉 就会产生毛边缝的效果 这种毛边缝的效果的好处 就是说当你缝不织布 或者是说你缝那个布料 会虚边的时候 你可以借由这样的缝合方式 将它好好的hold住 它不会说会 会有那个毛边的状况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毛边缝 那你使用卷缝也可以 好 缝法就是这样子带上来 这种是锈线 所以它在缝合的过程中 那个线会比较容易卷 所以请各位自己要小心 我们优先从底部这里开始缝 因为当我们底部这里缝好之后啊 我们主体结合就完成 就不会说主体结合完之后 这种小细节在缝的时候 你比较不好拿你手上的作品 好 那像我缝到这里 我认为我已经缝完了 那收尾怎么收尾? 毛边缝的收尾 最后一针缝完 这里是中心点 然后呢 我们从这个地方绕一圈 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一个 这边先打 玉先打一个结 你松开它也不会跑了 玉先打一个结之后呢 好 这边 小细我也可以看得到 我翻给各位看 我打完之后 我将这个针送进去里面 在里面这个地方打结 好 打完结 结在这里 OK 再缝一针 将那个线尾收到布料里面去 打结一点线 OK 那我们的底部 这个地方就缝合完毕 OK 当我们缝完了 这个底层 两片都要缝合完成之后 将整体主体 整个完整的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的时候呢 上方这边有个开口 会留一公分左右 一公分的不能缝合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地方 缝到这里 那你可以在这里打结 剪线 收尾 然后从头再重新启动 那也可以直接用跳线的方式 那轻等一下会使用 跳线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们呢 一样是取针线 针一样过在 一个两块布的正中央 过针进去 我们把我们的线尾的那个结 就藏在两块布料的中间 这样子的话 你整体再看会比较完美 就把它缝合过去 那我们第一针是不过线的 就是没有套线 直接这样子缝合 毛边缝这样子往上送 送到正中央上面来 那开始咯 我们的毛边缝任务开始 好 当我们缝合来到正中央的时候 我们这一条钓饰线要进去了 我们去做跨线动作 这边跟特别跟各位分享 逢到这个位置 我们跟结尾一样 要先过一次 利用线的卷法 让它这个地方不会再松脱 然后呢 你再翻开 在使用过程中就比较不容易移动了 刚才入针的地方 一样是入针 但是它不穿到另外一层了 它只是在单层这个位置 然后空一公分距离 这个距离是我们要放我们这条线的 那我们放线的这种方式 钥匙圈在里头 那这一个装饰在这个位置 放进来这个区块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放 因为这个地方 它会关系到我们整体在拉动 已经缝完这条线之后 这个毛钉是没办法穿透这个缝的 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放很重要 好 那你穿透之后呢 就把它线收过来 回到我们的正常的缝合方式 远点哦 下 记得不要去缝到这条线 这条线在抽动的过程中 必须要让它是活动式的 所以千万不要缝到它 穿过 好 那一样哦 再穿一次 等于是穿两次 好 我们第一个节 又回到我们的第一个节 但是我没有剪线 回到第一个节 所以呢 这个位置一样 要把线送上来 继续我们的缝合方式 继续我们的缝合方式 让节打在这里 这个其实是第一个转折节 然后第二个呢 把它穿透到中间来 我们把它打一个节 再缝合一次 好 这样我们的作品就完成了 就是这样简单 轻松又愉快的完成它 那制作这个作品呢 其实仿皮革的好处就是 它耐磨 耐脏 又方便使用 它挺度也会比较够 你就不用烫衬啊 不用做其他的修饰动作 皮革最怕就是边 看起来不漂亮 你的侧边是这样子 看起来就还蛮单调的 可是如果你使用毛边缝 或者是卷缝的方式 它完整度会比较够 那这就是今天 跟各位分享的手作 对亲频道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您订阅按赞加分享 更重要的是 记得回来一起玩手作哦